我們現在到底 就是這三件事情 其實是分開來的 疫調 匡列跟強制隔離 其實這是三件事情 他當然是我們在防疫工作上面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那麼疫調精不精準 這確實是在地方上面來講 他們的壓力非常的大 接下來其實匡列多少人 強制隔離多少人 對不起那中央規定 就是說因為這個牽涉到 這執法的效力 就是說我到底要怎麼去執法 總要有一個法律的依據 我才能夠去 其實你這個是 是這個強制的人身自由 所以你當然必須是中央 給了你法令的這個規定 你要匡列多少人 你要這個強制隔離多少人 其實這個就是後續 你能夠規定到多少是多少 我覺得每一個縣市長 當然壓力都非常的大 我們後面其實會提到 對我來說 我覺得當你的疫苗 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面對新冠病毒 內流管化這件事情 是我們要做 但現在是因為我們的疫苗不夠 所以我們沒辦法這麼做 最近有幾個口水戰 其實我看了有一點點 無煞煞 我就很仔細的去找了這樣子 這中間到底在炒些什麼東西 好 那桃園市長 鄭文燦去批評臺北市跟新北市 疫調不 疫調不明確 好 那這整個案例呢 我希望大家能夠能夠看得到 我就簡單地畫一下 因為最早的病例 最早確診的人是這一位 他14860 那數目越小 當然就是越早的病例 他是最早確診 六月二十八號確診 那二十八號確診了之後呢 他的先生就立刻被匡列 然後隔離 隔離 所以他六月二十九號的時候呢 就被隔離了 隔離了之後呢 接著安排他去採檢的時間 是七月二號 好 那現在來了 他是七月二號確診的 七月二號確診了之後呢 開始回溯說 那他六月二十九號已經被隔離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匡列任何人 可是他的兄弟在七月五號確診 他兄弟 他弟弟的這個同事 在七月八號確診 七月六號確診 然後這一個同事的女兒 七月八號確診 好 這件事情呢 鄭文燦批了老半天 但是我要講一個重點就是 這裡面呢 只能夠匡列到六月二十九號 這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的 如果你覺得三天不夠 你要不要去跟中央建議一下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